大质量恒星走向死亡时会爆炸,然后坍缩成为黑洞,这种黑洞是一种体积极小,但是却拥有强大引力的天气,甚至连光也无法从中逃逸,恒星死亡时不断坍缩直到变得极其微小,却拥有如此强大的引力,以至于能够把整颗恒星撕碎。 那么银河系中有多少这种微小的幽灵呢?科学家们预测,整个银河系中有几百万个这样的黑洞,你可能会惊慌,几百万个的数量如此之多,不过太空是非常大的,即使有如此数量众多的黑洞,它们掠过地球的几率也是极其微小的,甚至自从宇宙诞生至今已像如此。 那么,如果一个黑洞与地球相撞,会发生什么呢? 当黑洞接近地球时,一切将变得非常奇怪,它会把地球的大气层吸走,旋转账被吸入黑洞,随着黑洞越来越近,地球附近的物体感受会越发明显。 直到某一时刻,坐在地球表面的人,也会更多地感到来自黑洞的引力,而不是来自地球的引力。 黑洞会把你我从地面上取起来,然后,我们就消失了。 接下来黑洞的引力,很快就将开始撕碎整个地球,潮汐里会将地球撕碎。 没有任何一处能够逃脱被撕碎的命运,最终所有的物质都会落入黑洞,然后一切都结束了。 当然,黑洞这种先体的预测和靠近黑洞学会发生什么,都只是理论上的分析预测。 目前天文学家愿没有真正地观测到黑洞的存在,更没有机会派探测去到黑洞附近一谈究竟。 一般认为,太过靠近黑洞,就意味着死亡,成为黑洞的一部分。 但是也有科学家有自己的空点,他们认为不能用我们传统的物理定律理解黑洞。 因为一旦约会黑洞的世界世界,我们熟知的大自然法则将不再适用,由于黑洞质量巨大,会造成时空的撕裂。 有些更前卫的物理学家甚至认为,黑洞可能是通往另一个时空,也就是另一个宇宙的通道。 这种想法足够大胆,但从理论上分析也并非不可能,毕竟如果黑洞能撕裂时空,就可能会在时空结构上留下通道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